国立台湾博物馆 古生物馆 在日本时代是日本券业银行台北支店 落成于1933年 1946年 国民政府接收券业银行 作为台湾土地银行总行使用 2010年 由国立台湾博物馆修复再利用为博物馆 正式对外开放营运 建筑外观大门所在南面与西面 共有13根列柱 及4座柱墙 7楼挑高10公尺高 形硕出建筑宏伟稳重感 建筑外墙上有洗石子湿头饰 几何形人头装饰 7楼窗户上方 7楼窗户上方 分别有四方形的老鹰 及8角形凤凤凰图案的铜皮石膏饰板 7楼上方 类似枣井的四方形中 有花朵形状的洗石子装饰 其不仅具美观功能 同时使天花板上方 大跨距钢航架的通风口 借此排出热气及湿气 确保大跨距钢航架不生锈 台浦馆于2005年修复古生物馆时 1933年完工的大跨距钢航架 在当时保存状况仍然完好 7楼地面的公共艺术作品名称 是丰盛富足 呈现台湾经济蓬勃发展过程的朝气感 象征台湾产业的开花结果 与丰盛富足 铜钱般的造型 呼应着银行的往来流通 邀请人们缓下脚步 欣赏台北旧城历史光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